今天上午10月29日,著名主持人李勇的妻子在微博,宣布了其丈夫李勇因病去世。 像年50岁,哈文悲痛发了,李勇抗了27个月,于10月25日,凌晨5点20分去世,哈文蓝州伤痛,永时我爱,李勇曾经是央视的著名国民主持人,以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获得观众喜爱,国民度非常高,是男女老少都知道的一位主持人。 除此之外,李勇还是中国传媒大学教师,1987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,1991年,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做编导,1998年开始出任综艺节目主持人,从年开始主持一支游戏节目《幸运5去2》。 2002年,主持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。 2003年,主持央视二套的平民选秀节目《非常留意》。 2004年,担任选秀节目《梦想中国》总设计师,李勇突然病逝,让网友都十分的震惊。 因为此前关于李勇得病一事,外界几乎并不知道,甚至还因为去了美国多时,导致蝉出不移民的说法。 但其实李勇的妻子哈文曾经过,并没有移民,而因为成名于央视,因此李勇离开央视,也曾经一度引起网友热议。 有说李勇在央视已经没有王牌节目,因此离开寻求新发展。 也有说李勇离开央视最可能的根源,在一个大卫视争相挖角,但是李勇离开央视,就没有再继续担任大型节目主持人,反而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。 如今看来,应该是身体情况已经不乐观,李勇曾在采访中回应过,感谢央视给我这么好的工作机会,让我从很懵懂的时期一路走来。 但是,我的人生现在已经进入了由我做主的阶段,我除了工作的角色之外,首先我还是一个丈夫,一个父亲,有统计数据显示。 不仅对孩子的鼓励产生的笑容是母亲的五十倍,我现在想为我的女儿多做些事,多陪陪她,多和她共同生活。 但是你觉得作为一个传媒机构的工作人员,哪有那么多的时间? 李勇在当时接受采访,也是看上去非常销售沧桑。 就算是比较新一些的公开亮相的照片,也是十分的小瘦,让网友绝呼李勇也老了。 甚至有网友认为李勇是不是因为吸毒等原因暴受。 如今看来这些猜测都过于恶意。 作为曾经以身家五亿称管中国最具价值主持人的李勇,绝对是当年央视的门面和台柱子,如今骤然离世。 虽然对外界来说十分的惊讶,但是也希望其一路好走,愿佳人能够释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